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歌了 向各位做一个迟到的补白 希望得到你的了解 当然未来呢 也还是有请各位朋友 多多支持明镜追击 支持我本人 岳哥 在谈到三中全会相关的议题之前 先来看一看习近平这一次的欧洲之行 因为这是他本人啊 五年来首次去访问俄罗斯以外的国家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看点 当然这个看点也是比较明确 不管是中国大陆的媒体 还是西方的传媒说的很直接 就是去稳定中欧 欧中的关系 在中间 中国那一边比较声音响亮的 是三家所谓的正部级央媒之一啊 人民日报社下面的一家子报 五月六日看出的评论所提到的 希望中国方面希望这一次中欧至少达成三种战略默契 一下子是三种 哪三种呢 第一种就是中国与欧洲不是对手 更不是敌人 而是可以彼此信赖的朋友和伙伴 其中啊 特别提到了 就是双方在价值观念 政治制度 发展模式方面的差异 它是为文明互建 取长补短 提供了基础 而不是树立靶子 第二个所谓的希望达到的战略默契是什么呢 就是中欧各自的成功发展是彼此的好消息 而不是坏消息 中国将一如既往的支持欧洲实现战略自主 欧洲越发展 西方越稳定 欧洲也应该敞开心扉 拥抱并支持中国推进 中国是现代化 中国越发展 亚太越繁荣 第三个战略默契是什么呢 这篇社论就提起 那就是在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上 中欧可以共同搭建起跨地区 跨文明 跨领域的新链接 携手并进 帮助全球和彼此实现水涨船高 社论是用中文写的 所以理解起来也是很简单 如果说实在再精简一点 就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呢 价值观不同 不影响我们发展双边的关系 第二句话 有钱大家一起赚 第三句话 在一些涉及到双边的重要的议题上的两边都可以来合作 中国媒体的这篇社论也不含糊 提到了美国 当然是提了一次 很明确 随着美国将中国列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 华盛顿夹打对欧洲的拉拢和利用 所以如何保持战略自主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重大考验 美国一家主流媒体5月6日看出的报道也是强调了中欧关系 以及绕不过去的美国 说的其实就更加直白一点了 其中就提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年来首次访欧 他似乎有意抓住机会去松动欧洲大陆与美国的亲密关系 构建一个不由美国主导的世界 那要创造这样的关系 显然俄乌战争是绕不过去的 文章就又提起 中国与欧洲大部分地区关系紧张 这是因为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战争 但中国仍无止境的接受俄罗斯 再加上中国政府的国内监控 以及德国最近逮捕的四人 似乎与中国的间谍活动有关 在这个时候 习近平 抵达法国是想展示中国在欧洲大陆 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寻求与欧洲国家务实的和解 而对欧洲来说呢 习近平的访问将考验欧洲在中美之间 寻找微妙平衡的战略 而毫无疑问的是 美国将把此次访问 视为习近平分裂西方盟友的明显努力 所以不投媒体的报道的角度是有一些不投 但意思从判官者来看的并不难去理解了 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各方的博弈来看 习近平这一次寻求中欧关系稳定下来的欧洲之旅 它最后效果怎么样呢 恐怕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中国如何去协调 去影响欧战争的走向 很特别的 在今年的六月份 瑞士就要举办乌克兰和平会议了 去参加会议的相关政府相关组织 已经是接近两百个代表团了 所以在六月份这一次会议之前 想必也是各方利益去进行激烈的博弈 这样的一个阶段 至于中欧关系 国内早有一些体制内的学者 就强调中国中共 包括习近平本人 要和俄罗斯要和普及欧之间 就要划清界限 显然中共高层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战略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西方这些国家之中 那简单一点 吞并中国领土最多的是俄罗斯 包括把中国踩得比较狠的 确实也是包括俄罗斯 苏联 苏共 那对中共其实也是不客气 那么眼下的中国共产党选择和普京走得很近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战略 主要的考虑 如果说最简单的说法 那就是如果说普京突然倒台 而新的俄罗斯的政治经营们 要倒下西方 特别是说和美国走得很近的话 那显然 那中共要维护自己的直升党的地位 他显然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场景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同时去对付美国 又对付俄罗斯 顺带着就多说几句所谓的侨领 但凡习近平 当然也包括比如说之前的李克强 李强去出访的这些西方国家 不知道一下子冒出了这么多的侨领 同乡会 老乡会 什么这样的组织 那样的组织 在海外国家 那当然你怀疑个谁 你反对谁 都是个人的选择 只要你不违反当地的法律 那么我此前是采访了不少海外的一些华人朋友 各个国家都有 给我感到的一个印象的 就是这些华人朋友 不少其实对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特别的恶感 但是他们就强调一点 现在有些海外的侨领 把很多中国 有中国特色 有中共特色的东西 就带到了他们移民的国家 比如说法国 澳大利亚 纽西兰等等 那么他们担心这些中国特色的东西 又会影响到他们的孩子一辈 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否则他们当时也不选择就移民了 所以对这些侨领 现在不少海外华人 都是有很大意见的 接下去来看看中共二十届三州全会 稍早一点 在四月三十星期二 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召开了一次会议 其中就决定在今年七月份 在北京召开中共第二十届的三中全会 具体的时间 再稍晚一点的政治局的会议 又会对外披露 这一个是中共形势如遗 当然外部的解读 也认为这是中共的一种 神秘化的操作模式 第一个看点 还是说中共的这些高阶的官员 要么涉及到贪腐 要么呢 同时涉及到管不好自己的下半身 他们在三州全会上会被如何处理 如果被拿掉职务 会不会有一些谁增补上来 当然有必要强调的是 中国是大会只意不绝 就是形式上意义 它并不负责最后的决定拍板 决定和拍板呢 一般来讲 在会议之前的某一个小会上 比如说政治局的会议上 或者说中国政治局常委会议上 其实是已经有定案了 最后也就又要透过大会来走一个流程 大概是四个人 两名原国务委员 包括原外长秦刚 原防长李尚福 去年他们是已经被免掉了 在形式上是中国政府内部的职务 但是中共官方呢 就仍然没有对外公布 到底是怎么样定性的 秦刚是去年底 所谓的辞去了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是在天津辞去的 什么时候辞去的 现在也搞不清楚 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外发布消息 就是确认他的代表资格终止了 李尚福 现在根据中国全国人大官网 那确实还有他的名字 他还是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 但是在纪念的两会上 发言人楼勤俭 在过道上 有海外媒体记者就问 李尚福还是不是人大代表 楼勤俭的说法 李尚福不是人大代表了 所以这两个人 他们是不是三中全会 就撤销 中共中央委员的职务 当然了也涉及到定性处分等等 是非常核心的看点 另外一个 李玉超 之前他是火箭军的前司令员 今年二月份 因为涉及严重违法 被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目前还有一位 是二十届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之前担任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 董事长袁杰 根据香港媒体的说法 他是卷入了火箭军案 所以他的中央候补的职务 是不是也会被拿掉 这几个人中间 过去我联系的一些专业人士 了解交流 过程中我所获得的一个印象 就是 李玉超 李尚福 包括秦康 他们的中共中央委员的职务 被撤销 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那更大的看点 其实是他们会不会被开除党籍 因为根据中共的相关的规定 他们党内纪律处分 一共是五种警告 严重警告 接下去非常严重的撤销党内职务 留党查看和开除党籍 在这五条当中 中共所谓的家规邦规吧 看您怎么叫 那么这最为严重的是 开除党籍的处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根据中共的相关规定 一旦被开除党籍 五年内不得重新入党 不能够担任原职务 也不能够担任高于 他原来的这个职务的党外职务 此外 还有一个 就是说 如果说有一些规定啊 说你不准重新入党了 那么你一旦开除党籍 就不是五年的问题了 而是一刀切 就政治生命 宣告终结 而另外四条处分 比如说撤销党内职务 他是管两年 在两年之内 那你就小心翼翼 夹着尾巴做人 但是两年之后 他是有可能被重新 委任一个职务的 所以过去啊 中国互联网上 经常有一些讨论的帖子 说这个人不是在 被问责 被追责了吗 包括有党内的职务被拿掉了吗 为什么又去别的地方当领导了呢 就是因为啊 包括撤销党内职务 包括在留党查看处分等等 他是有时间限制的 过了这个时间呢 如果说他又没有出现新的问题 他是有可能啊 重新履职 甚至职务还高过原来的 被撤销的党内职务的 同样根据中共党内的相关的规定啊 如果说一个党员 他又违法了 又犯罪了 那么那肯定是要给他党籍处分的 该开除党籍的 开除党籍 该撤销党内职务的 那都是少不了 他会有一些规定 那么前辈已经说了 李少福 李渔超德的 一般被认为啊 贪腐是很严重 吃相很难看 那么所以这些人啊 他注定是要吃牢饭的 开除党籍是跑不掉 那至于秦刚 因为现在的表述啊 是他自己辞去 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然后呢 天津人大就接受 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从中国官方这样的表述来看 我在之前其实有好几次 节目周提到了 对秦刚高举秦放的可能性 确实就是越来越大了 换言之呢 他去吃牢饭的可能性 是越来越小了 那些他有意无意 把中国的一些机密 泄露给傅小田女士的说法 其实傅会的成分呢 确实就比较大了 但是在中共党籍 内部的处分上呢 可以看一条 就是说对于有一些党员啊 涉嫌吸毒 嫖娼 包括注射图品啊 等等 然后严重败坏党的形象 行为的 应当给予开除 党籍处分 现在 秦刚和傅小田女士 有一位私生子 是已经坐实的 不管是西方媒体的报道 还是我从凤凰卫视 内部的员工啊 了解到的消息 确实是有一个私生子 当然这个私生子呢 是傅小田的自然的产出 顺产 剖腹产 还是说呢 是试管婴儿 目前这个 有一些媒体 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确实是 他们有一个儿子 是没有疑问的 是一个 目前来看是一个事实 但是秦刚又有妻子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是不是严重败坏了 党的形象 行为呢 如果被中共高层认定为是 那他就会开除他的党籍处分 而不只是说 撤销他的党内职务 撤销中共中央委员 这个处分 秦刚是2024年3月份 已经满了58岁 就算开除他的党籍啊 是五年期 而不是一刀切 那58岁 加上五年 是63岁 从这个年龄来考虑 如果说秦刚 在这一次的三中全会上 果真啊 对外官娟 他开除了党籍 那其实也就意味着 他的政治生命 是已经完结了 英雄难过美人观 说的恐怕就是 秦刚 因爱成恨 可能也就是秦刚 和傅小田女士 之间的故事 关于 具体是怎么样去撤销 一个 中共中央委员职务的流程啊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 此前所做的 汇总 在历次 中共中央全会上 他被撤销 中央委员职务的案例之中 汇总下来 可以看到最多的是由中纪委 向全会提交关于某位 或者某几位中央委员问题的审查报告 由全会审议通过 那么这个报告之中就会提及 会给他们怎么样的党籍处分 当然还是有必要再补充 像这样的 它的一个流程更大的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形式 特别是说在党内如何处分一名高阶的官员 或者是解放军的高阶将领 它其实呢是大会之前的小会 前面也说了 比如说政治局的会议 中国常委会的会议呢 是已经排版 至少说是给定了一个方向了的 接下去 围绕着七月份要举行的这一次 中国二十届三中全会 另外一个看点啊 就是改革 根据中国官方的文章消息啊 是出现了十一次改革的字眼 总的来看呢 是经济改革 或者是经济体制改革 那还有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呢 之所以要这么问 不管是中国国内啊 还是说海外 确实有一些人 是仍然在期待 或者说有一个念想吧 这个可能表达更准确 就是习近平把所有权力集中起来 然后呢 把中共的贪腐啊 狠狠的整顿下去以后 他是有可能 必其功于一亿 在中国来推进民主 某种程度上的民主 给到民间 给到一些相关的组织 甚至是一些 持不同意见的团体 那这个可能性有没有呢 姑且就是说 会不会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呢 我是问了 联系了 或者说请教了 三位中国大陆的精英人士 其中两位啊 是中共党内的 体制内的人士 一位是红二代 就告诉我 那不要再等了 不要再去想了 想那些 仍然有这样念想的人 喊话 第二位是中共的 知名的体制内的学者 同样的 当然因为事情非常敏感 包括前面的红二代 这位学者是 我不可能披露他们的名字 这位学者就表示 十年折腾 灯枯油镜 从事改革 为时已晚 偷光养晦 前功尽弃 内外交困 无力回天 而且他还给到了一种说法呀 当然他首先强调 政治体制改革 是完全不可能 中共已经不可能 去做这一步了 而且退一步 他强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算你重拾改革开放 那即便你把门打开 开得很大 那但是人家的门 是已经对你关上啊 所以呢 对于眼下的态势 其实呢 也是对于习近平 执政以来 所采取的一些策略的批评 我还请教了一位 中国大陆非常知名的 媒体界的人物 他说的相对婉转一点 他说那我 没有信心 说中国还会出现 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 那您觉得中国 不局限于二十届三中全会 未来还有没有可能 习近平时代 会出现一次 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比如说官员 他的财产会被主动的公开出来 新闻自由的权利 会得到尊重 比如说写稿 他的主题是不用被官方进行干预的 再比如在某一定级别 或者说某一个地域范围内 某一定级别的官员 政府官员啊 会实现 普通人的直接的选举呢 您觉得会不会出现 这样的所谓的政治方面的改革呢 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 好了 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宝贵时间 这是今天的节目 有请朋友们继续来多关注 评论 订阅 点赞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